中央气象台昨天将台风预警升级为黄色 预计今年第10号台风莲花和第9号台风灿虹 今明两天可能会将先后登陆我国 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 中国气象局目前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预计莲花和灿虹可能以双台风的方式先后登陆我国 其中第10号台风莲花可能于8号晚上到9号上午在福建广东一带沿海登陆 预计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 第9号台风灿虹目前已加强为台风级 预计未来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别 有可能于10号夜间到11号上午登陆浙米一带沿海地区 受双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将迎来狂风暴雨 自7月4号以来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出现灿虹莲花 浪卡三个台风共存的局面 专家表示西北太平洋三个台风同时共存的情况并不罕见 在1949年至2014年的65年间 有近100次三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 平均每年1.5次 不过专家表示以往三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时间往往很短 最短的大约只同时存在几个小时 而灿虹莲花浪卡三个台风已经同时存在了三天 是比较罕见的 另外随着灿虹向西北方向移动 与10号台风莲花的距离越来越近 8号开始双台风效应将开始显现 这使得台风的路径不断出现变化和调整 东方卫视综合保